订阅 评论 评论 一次 Clinic 麥麥搞定 做好像你還沒搞定 那我生得不漂亮 那當然要後天收拾一下 那不是我 那攝影機呢 你剛才明明收拾了一小時 攝影機方面攝影機才會搞定 不用我們來 攝影機麥 Banner Banner有Banner姐姐在後面 對 還有一張稿 稿就有編劇寫的 禮物 禮物有PA姐姐 你看PA姐姐搞定了嗎 行嗎 OK了 那為什麼好像沒有我們做 因為我們兩個負責的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去問問所有的朋友 究竟知不知道道場執事 他們究竟要做什麼工作的呢 我們立即出發 呼 這三個職位包括有 趙師 高公 和京生 他們負責在道教裏做法事的時候 就會肩負不同的責任 那究竟是些什麼呢 大家可以猜一猜 我說這個是這個 就是中間藍色那個 那這個高谷 這兩個就比較難看 看這一個是法事中二手三目 負責木魚檔子 是的 五養先這個就是合三法師 這個 這個 老婆呢 你覺得呢 這個叫三法師 這個好像覺得有 厲害一點吧 這個做的東西又多一點 是不是上班 不是這個我覺得是這個 這個 好 紅色 紅色 好 沒問題 好 Ruby 讓你幫我們開一開鼓 看看樓山樓 看看你們回答的東西 對不對 你們回答的東西是傳眾的 是的 好 現在在我們旁邊有另一個家人 怎麼姓福啊 先生 姓古的 你好 問題也是一樣的 他們已經拿著了 你拿著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小朋友 我教你讀 趙師 是的 那妹妹呢 妹妹你知不知讀 高公 高公 那古太呢 拿著那個人 驚生 是的 那我們這隊 都有他們不同負責的職責在這裡 那你們不如就一齊看看 應該是哪一個負責 哪一個部份好嗎 這個是趙師 你覺得這個是趙師 好 那就可以貼下去了 小朋友 好 放在這裡 貼在這裡 貼 哎呀 好 得了 好 然後姆妹你拿著那個是甚麼來的 高公 高公 你猜她負責些甚麼 你覺得她威風一點 這個 這個 我就貼下去了 就這個 這樣貼 好 古太媽媽都貼完了 驚生 好 好 Ruby 給我們開鼓你們合不合好嗎 好 好 其實第一個在法事裏面負責做二手 三手的 的而且確就是驚生的 但是下面這兩個就好像是調轉了少少了 你覺得這個趙師是做甚麼的 惡氣 惡氣那個 是不是 那你自己試試貼下去 是 是 好 那就得了 高的職位是比較高的 是 那你覺得哪一個是做誰呢 應該是這個 驚生就是下面 驚生就是下面 我覺得好像高公下面 高公下面 我們儘管試試 好 沒關係 那我就可以告訴你們 答案就是 全中的 對的 遊戲我們就玩完了 不過在道場裏的執事 就不單是驚生 高公和趙師 沒錯 還有很多 不如我們一起看片看看好不好 好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與過道教的法事呢 道教的法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包括祈福科兒 道忙科兒 但無論是甚麼法事 大家都會看到一些彈場的執事 所謂彈場執事 他們主要是主持彈場日常的齋召而禮 就以一個休科為例 大家看到有很多人在這個道場裏面 他們就是彈場的執事 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是高公的 新村學廠, 手持手勞 這個就是高公 高公的稱位 很久之前已經有了 原本就是指學問冤博的人 因為早期的道教兒禮 其實是比較簡單 並沒有執事高公的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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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高度 六修正編的 動圓寧寶 齋雪光竹 戒佛燈 竹願兒裡 以法師之稱 其實就是指高公 唐五代以後 高公這個稱為 才在道教兒禮之中 廣泛使用 直至今日 唐五代的 金綠大齋寶 積雪戒兒又稱 高公奇蹟也 道德內衝 威兒愛備 天人歸向 鬼神巨尖 獵景飛神 誠顏孫德 惠州三界 禮月仲觀 他的意思就是 作為一個高公 需要有良好的道德修養 而表莊嚴 又精通道教科本 熟練而法 所以在一個道場法事裡 高公就負責整個法事的主持位置 除了高公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在高公旁邊 都會坐著一群穿著黃色袍的道士 他們就是負責法事的驚生 香港的一般道教科儀 都會有二手和三手 專責彈場的法器伴奏 在超優科儀裡面 二手負責當子 三手負責木語 至於祈福法事 二手負責木語 三手負責打慶 令到重驚的旋律更為鏗鏘如意 在一個道場裡 站在高公旁邊的驚生 就是福士 福士也是道場裡的執事名稱 他的意思是協助高公順利進行法事 在一場法事裡 福士是負責為高公翻開經書 和傳遞法器 替高公整理葡醫等等 試彈其實是負責彈場裡的一切大小事務 包括接待主家 提供香足補白 傳遞壇場上各種所需的用品等等 至於手持笛子、鎖納、銅策 和打鼓贏就是趙師 趙師也是道場裡的執事之一 他是負責樂器的部分 有時候也會帶領主家行走 在祈福行大運的時候 又會走在前面 以音樂的聲音 引領整個儀式的進行 道教相當注重科爾法事 視法事為人對上天的尊敬 藉著法事向上天祈求覆避 又或者達到陰安揚落的目的 所以道場裡的執事的分工 是絕對不可以負責的 相當仔細 下次當大家參與法事的時候 不妨留意一下 影片大家就看完了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 原來不同道教的執事 我們會負責這麼多不同的工作 那當然 不過如果大家想知道 更多不說你不知道的事 那就要繼續留意我們的 不說你不知道 Yeah